欢迎来到我们的科技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特别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来谈谈经济学人的招聘启示 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新的经济学作家 这位幸运人家有机会深入探讨经济学的奥秘 并揭示创新与技术经济学趋势 接着我们的视线转向了拉斯维加斯 那里举行了一场别开生命的黑客大会 只在测试了i聊天机器人的钱的危害 结果揭示出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 而乔恩·斯托尔特在接受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丽娜·康的访问时透露的消息 以为斯拉部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增添了一把火 从科技巨头Spotify的定价策略调整 到欧盟对中国太阳能公司的调查 再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对堕胎法律的严格限制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了企业的运营模式 也深刻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而意大利技术研究所的BianSport Afrobatics 自然是开发出的植物启发的机器人Belobar 展现了科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前景 同时动态定价策略的争议和台湾近日发生的期 二级地震也是我们今天关注的热点 最后从欧洲央行ECB可能即将降息的消息 到近2000年前的地下舱一处的发现 再到Postar电动汽车品牌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创新举措 这些故事展示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变化 也彰显了人类对于进步和探索永无止境的追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更多的信息和启示 在这个充满变革与挑战的时代 每一则新闻都像是一扇窗 让我们窥探未来的可能性 来自经济学人的招并启示人的招并启示 正寻找一位新的经济学作家 这不仅是一份工作的机会 更是一个深入探讨经济学奥秘 揭示创新与技术经济学趋势的舞台 该职位期望候选人能够清晰生动的写作 对经济学又深刻理解并能够运用数据进行分析 这位信仰将有机会撰写 能登上经济学人封面的原创新闻 并为报纸的自由交换专栏贡献力量 甚至可能出现在播客和影片中 而在外交政策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一场别开生命的黑客大会 上过2000人聚集在拉斯维加斯 参与了一场旨在测试 聊天机器人潜在危害的红队演习 这场公开的活动吸引了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 模拟真实世界中与聊天机器人的互动 结果揭示了诸入政治错误信息 种族歧视和语言不一致性 等族歧视和语言不一致性等潜在危害 这次演习凸显了M模型的使用隐患 游行的使用隐患 尤其是在无意间产生有害内容的容易程度 这对于今年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 都有资格参与选举的背景下尤为重要 另一边乡 《华盛顿邮报》带来了一则 关于乔恩·斯图尔特政策 最有可能对司法部与苹果之战产生影响的报道 乔恩·斯图尔特在接受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米娜·康的访问时透露 苹果曾劝阻他不要与他对话 这一发现为司法部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增添了一把火 对苹果的反垄断诉讼 指控苹果利用其限制性政策锁定消费者 排除竞争对手 并影响言论流动 包括通过扩大其作为电视和电影制作商的角色 苹果对此进行了否认 并表示将坚决抗辩斯图尔特的透露 引起了两党对科技公司可能压制言论自由的担忧 这三则新闻从不同角度展示了当前社会中的热点问题 从寻找能够深入探讨经济学的新声音 到测试AI技术的潜在风险 再到前到科技巨头可能的反竞争行为 每一则故事都是都是未来的一次探索 揭示了技术、经济和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全球范围内各行各业正精密住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科技巨头Spotify的定价测日调整 到欧盟对中国太阳能公司的调查 再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对堕胎法律的严格限制 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着企业的运营模式 也深刻影响着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根据Bloomberger报道 音频流媒体服务剧头Spotify计划 在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 在内的几个关键市场上挑高其服务价格 每月增加1到2美元 以帮助覆盖去年引入的有声书服务的成本 为了追求长期盈利 并减少对音乐行业的依赖 Spotify将推出一个新的基本套餐 该套餐将提供音乐和播客服务 但不包括有声书 价格维持现有的个人高级套餐 每月11美元 同时 欧盟对中国太阳能公司的调查 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而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公司第1 EVO集团和LONT Solar Technology 世界第二大太阳能公司的子公司 参与卢马尼亚太阳能公园的投标行为 展开调查 以检查这些公司是否违反了禁止 国家资助的公司利用其财力 排挤欧盟竞争对手的欧盟法律 随着欧盟对中国在清洁技术行业的 低价竞争日益担忧 欧盟正考虑对中国电动器出额外关税 在美国弗洛利达州 即将实施的严格堕胎法律 也让人们感到担忧 根据Bloomberg的报道 这项法律将禁止在怀孕6周后进行堕胎 这将对美国东南部地区的 医疗保健访问产生重大影响 托罗里达州曾在最高法院 做出W做出W决定后 提供了大量的堕胎服务 估计每月将有7000名怀孕人士 需要寻找其他地方进行堕胎 一些妇女将在家中服用堕胎药 而其他人则将前往北卡罗莱纳州 或维基尼亚州进行合法的堕胎 堕胎服务提供者担心 如果妇女能够前往这些州 这些州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是否能够满足预期的需求 这些变化透映出全球范围内政策 法律和市场动态如何迅速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住 企业的决策和普通人的生活 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 都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 你确保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和发展 近日经济学人报道了一项 颇为引人注目的创新 意大利技术研究所的 Bianteproftware X10 是研发出了一种植物启发的机器人 名为Philobar这个机器人 能够像植物一样生长 依附于支撑物 并根据外部刺激在环境中导航 利用传感器和3G打印技术 Philobar模仿了攀爬植物的行为 展现出了对未来环境监测 和灾难现场监控的巨大潜力 研究团队还在开发 其他植物启发的机器人 包括基于根的植物体 和一种用于造林的可生物体 和一种用于造林的可生物降解 微型机器人 与此同时CNN探讨了一个与日俱增的争议话题 动态定价 这种价格策略 因为能够根据需求实时调整价格 而为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 然而这种做法也遭到了消费者的强烈反对 比如1D在忙碌时段起的强烈反对 例如1D在忙碌时段提高价格的计划 引发了公众的部门 Jap Wood和亚马逊也面临类似的挑战 名销专家Marco Bertini指出 问题的根源在于公司如何向消费者 介绍这种新的定价模式 并主张公司因的定价模式 并该透明地展示这种改变 如何从长远来看对消费者有令 在另一方面 日记亚洲报道了一个出动人心的新闻 台湾台湾近日发生了一场漆 二级的地震造成至少9人死亡 并且对当地的技术产业产生了显著影响 这场地震是自1999年以来 台湾所遭受的最大地震 导致花联地区的工作和学校被暂停 台湾的科技公司 四个白过全球顶尖的芯片制造商 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 都在评估地震带来的影响 TSMC已经疏散了部分工厂 其他公司如零电、友达光电 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这三则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科技、经济和自然灾害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从植物启发的机器人 到动态定价策略的争议 再到地震对科技产业的冲击 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但紧密相连的世界 其中科技的进步、经济策略的变化和自然灾害的挑战 共同塑造了我们的现实 在最近的一系列发现和宣布中 从欧洲央行ECB可能即将降息到 近2000年前的地下藏匿处的发现 再到Prosa电动汽车品牌 在可持续性方面的创新举措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变化 也彰显了人类对于进步和探索 永无止境的追求 The Globe and Mail报道 欧洲央行ECB的政策制定者 Pavan Mendesdikas表示 由于欧元区的通货膨胀持续放缓 ECB可能会在6月开始降息 欧元区上美月的通胀意外的下降 使得ECB开始将尼创纪录高位的借贷成本的利油更加充分 消费者价格增长在3月份 从前一个月的2% 4%放缓到2.4% 放缓到2.4% 违背了预期的稳定率 而ECB密切关注的核心通胀率 也从2.9%定于预期 同样来自The Globe and Mail的 另一篇报道 则带来了一个惊人的考古发现 在以色列北部 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近2000年前的地下藏匿处 当时的犹太村民在对抗罗马帝国的叛乱中 使用了这些藏匿处 这个藏匿处包括狭窄的隧道和更大的房间 旨在准备迎战逼近耶路撒冷的罗马军团 这个系统被设计来容纳整个家庭 具有拥挤的通道 和用于站立聚会和储存物品的较大空间 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青铜戒指和一把小铁道 同样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 Bloomberger则报道了Polestafla的电动汽车EV品牌 在可持续性方面的最新举措 Polestar正在采取不寻常的步骤 公开其即将推出的Polestar四轿车的Punch 白公司表示 基于全球能源组合 从开采到制造 这款车的碳足迹 为32公吨的二氧化碳当量CO2e 相比之下 一辆同等大小的内燃机汽车的碳足迹 约为58公吨 CO2e计算中 包括了常被汽车制造商忽略的电池排放 Polestar来这一举措 是其对透明多可持续性承诺的一部分 该公司已成为首个公开其电动汽车全生命周期分析 包括电池生产的主流汽车制造商而闻名 Polestar还承诺到2030年生产一款气候中性车辆 被公司的可持续性负责人Fedrico Caran兼附主 为Polestar车辆体现了每一盎司排放量负责的重任 这些故事不停展示了从金融政策到靠谱发现在了科技创新的多元化进展 也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挑战和寻求解决方案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创新精神 无论是历史的深处还是未来的探索 这些发现和举措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洞察和启示 在The Global Mail的一片引人入胜的报道中 我们得知了一款产业房地产列表的有趣现象 难以分辨真假的照片在多伦多的一处房产上 六岁上的一份房产清单使用为人工智能 生成的15张图片 将一个普通的车库变化成了高端的阁楼 更令人惊讶的是 有些图片甚至添加了墙壁和管道 清单还展示了该物业作为餐厅和大型砖石建筑的图像 发布该清单的代理人Robert Fences写说 均以布置视像客户展示可能性的一种成本效益高的方式 然而Irrr使用引发了对图像真实性的担忧 在加拿大目前还没有关于物业列表中使用 Irrr没有关养国家国家规则或政策在安大略胜 房地产专业人士必须确保表示准确 不得从事虚假陈述或不道德的实践 一些房地产商认为通过去除地毯上认为 通过去除地毯上最近的垃圾箱来增强照片是可以接受的 但他们认为歪曲房产是不可接受的 在另一篇引人注目的报道中 The Global没有揭示了微软和量子计算公司 Quantin Newman在量子计算领域取得的突破 这可能使量子技术的商业使用更进一步 量子机器通过一个称为量子位的单元工作 但生成的数据可能容易出错 这两家公司使用了纠错技术 从30个物理量子位中产生了4个可靠的量子位 微软表示计划很快将这项技术发布 北起云计算客户contenting们的手续产品官Alyas肯表示 这项技术将实现100个可靠量子位的时间缩短两年 最后的Globe Mail还探讨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是否需要另外一个学位就能转行进入科技领域 Control Case的副总裁Timberley Simon建议 转行到科技行业并不需要另外一个学位 但确实需要仔细规划 思考你想在科技领域做什么一家类 做什么影响来通做类型 接下来通过增加你的技能来提升自信 你的一些技能可能是可转移的 潮林一个一些技能可能是可转移的 但你可能需要投入时间学习新技能 建立你的个人简介和品牌 将你对工作和新技能的了解 放入你的简历和LinkedIn个人资料中 在行业活动中建立自己作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专业人士 以吸引关注者和招聘人员 女性在科技界只占30% 因此加入这一领域是一个独特的机会 因为雇主正在寻求多元化他们的团队 科技公司重视聪明和有创造力的人 所以如果你愿意付出努力 你可以做得很好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 推荐了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你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网址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